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動動你的小手 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打開小鈴鐺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的影片囉 哈囉,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國際安分芳寮學院的頻道 我是東東老師 大家應該很少看到我出現在頻道吧 因為呢,這是一個全新的單元 芳寮職人上面會有什麼樣的新鮮事情的 一個新的系列 那這是我們的第一集 那第一集很開心可以邀請到 我們學院的好朋友 喬怡老師 大家好,我是喬怡 我是一個怡嘉老師 然後因緣際會下接觸到芳寮 然後後來才接觸到就是和芳寮相關的 然後自己很喜歡 所以就跟他們成為了好朋友 謝謝老師 老師,那你當初怎麼會想要接觸芳寮 是先接觸芳寮還是先接觸瑜伽 我從事瑜伽很多年了 然後我會接觸到芳寮 真的就像我剛剛講的 真的是因緣際會 因為我從完全不懂芳寮 然後我以前會一直把 精油這種東西跟外面坊間的一些香精 就跟一般人一樣吧 我都會把他們誤會 那因為我跟一般的女生比較不一樣是 我是一個滿討厭各種香味的人 這麼神奇 因為可能我從小就是對味道很敏感 可是我不知道原來這個後來對我是一個注意 就是以前我就會發現我很容易對一些味道過敏 對香味啊 還有我姊姊以前年輕的時候擦的一些比較廉價的香水或什麼 我就會發現我聞到這些味道之後我人很不舒服 所以我一直都以為我是討厭這些東西的 所以我根本就不會想過說我會想要接觸就是芳寮 那真的就是因緣際會在我的上一個瑜伽界的一個老闆 因為他自己本身對芳寮很有興趣 那時候就有提議說要不要接觸 那雖然我對芳寮不認識 但我就是一個對什麼都充滿好奇的人 我就覺得與其討厭他 我不如去認識他 對因為我覺得去認識他對我也說不定是另外一種注意啊 很幸運的沒有想到我就一頭摘下去 好奇問一下老師你覺得中藥精油會不會味道 也像那些你一開始接觸的香水味道不是很能接受 其實我一開始有一點害怕 因為可能因為我從小身體不好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還蠻常吃中藥的 就像一般的像董厚香我本身就覺得 天啊這真的太像中藥味了 我就其實有一點害怕 可是後來因為接觸到汉芳芳寮學院的精油之後 我會發現說 他讓我覺得很特別 就是因為他當然還有加上他的配方 還有他精油的純度 其實我會發現他其實比我們一般聞到的中藥 還來的更能讓你接受 所以完全不是像我們一開始所想的那樣子 對 了解 那老師你剛剛有講說你是先接觸瑜伽再接觸到芳寮 那後來學完芳寮之後 你有把你的芳寮的知識融入到你的瑜伽課程當中嗎 因為其實像我們瑜伽界本來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派別 其實我覺得他們都源自於瑜伽 應該不會有這麼多分別 但因為很多的陸續演變過來 當然他就分門別類了 非常非常多的不同類別的瑜伽跟派別 所以其實一般我上課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新的同學都會來問我說 老師請問你是什麼派別的 然後我都會說我沒有什麼派別 我就是瑜伽 剛剛東東就有問我說 老師你要不要介紹一下你的背景啊 你的什麼 我就說我說出來你可能會嚇到 那我幫你後製在這邊 其實沒有那麼多 我就說了因為我只是很喜歡學習不同的東西 那其實我覺得只要是對我們好的 只要是能夠對學生好的 我都希望他能夠融入在我的教學裡頭 那其實我後來學習了芳寮之後 我發現其實芳寮有很多東西 瑜伽本來就是一種身心靈的課 那其實芳寮其實也是一樣的 那我會覺得他們中間其實有很多 我只要都是能夠對學生身心靈有幫助的 它是絕對可以結合跟融合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就會喜歡把我所學的東西一起交給學生 但我比較不太喜歡一直去說 我知道房間有很多芳寮瑜伽 那我不太會去特別強調這一點就是因為我覺得 與其一直去分門別類說我是什麼樣子的 不如把我所學的我會的把它融會一起交給我的學生 那只要是對他們好的應該都是還不錯的 了解沒錯 老師的學生在就是接受到您這樣子的一個整合性的教學之後 有給您什麼樣的回饋嗎 我覺得很開心的是因為 我是一個從完全不知道芳寮是什麼 然後到認真去使用它在我的生活裡頭 那我就把這樣子的方式 我覺得跟我當初學習瑜伽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我發現哪一些東西對我是好的 然後真的在我身上產生變化 那我就把我所學到的芳寮 跟我實際用在我生活裡頭的方式一起交給了學生 我很開心的是說我的學生們都很能接受 因為其實我當初跟他們介紹的芳寮 我就是說其實就像你多了一個生活的陪伴你的工具 有的時候你的身體不舒服 但是不到需要看醫生不需要用藥的時候 你好像多了一個朋友可以幫助你 所以我其實都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去介紹給我的學生 那我發現因為我是把我實際所用的 然後所感受到的告訴他們 然後他們就會回饋給我說 對他們遇到相同的狀況 然後使用了相同的東西 或是說在他們需要的時候 他們突然想到我曾經跟他們講過有這個東西可以使用 然後他們就去造作了 然後他們很喜歡 我就會覺得心裡是很高興的 因為表示說我今天告訴他們這個是好的是對的 因為其實我也知道房間有一些像比較傳銷公司的精油或是什麼 可是我不太喜歡就是用一種好像介紹一個產品的方式 所有的東西我其實都是真正自己使用過 我才會告知學生 但是有很多東西如果我沒有使用過 我其實也不太喜歡去講或是去背書這個東西 還有我一定會跟學生講說其實每個人的身體狀況不同 沒錯 所以其實我沒有辦法給你一個 你用什麼一定會怎麼樣 對 就像我沒有辦法告訴你說 你做一個人家動作就會對你哪裡有注意 就是完全這個是沒有辦法 就像以前常常聽人家講說 你用薰衣草就可以幫助你入睡 然後但是我每次聞到薰衣草的時候 我完全都不是這種感覺啊 我也沒辦法放鬆啊 所以我就會覺得應該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與其你告訴學生什麼好什麼不好 不如你告訴他說這些的作用是什麼 但是你可以自己去找尋答案 所以我覺得蠻開心的是 真正跟我接觸到的學生 他們都會有一套適合自己的精油 我就會更覺得開心 就是這些精油該注意的事情 或是使用這些東西該注意的事情 導致他們之後 我比較喜歡的是他們自己去找尋 適合他們自己的 是了解 那喬伊老師最後想要問你一下 如果有一些社會新鮮人啊 或是他想要轉職變成瑜伽老師 或是瑜伽結合方聊的老師 那你覺得他們要先注意什麼樣的部分 或是先加上自己哪些的背景 才能夠進入呢 我覺得呢 瑜伽方面就不講了 因為瑜伽現在外面有很多專門就是 而且每一個人能學習的方式都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像方聊的話 一定要就是找尋一個你可以一直學習下去的機構 我還是會認為 不要只是去學幾支精油 然後你就覺得你可以把方聊教得很好 對 我其實覺得他跟瑜伽也是一樣啊 瑜伽絕對不是說你今天去考了一個證照 你就可以變成很好的瑜伽老師 對 除了自己的練習 訓練 然後不同派別的吸收 不同知識的吸收 像我們學瑜伽 可能不只就真的只是瑜伽 我們會去學療癒 會去學解剖 會去學各種 那都是對你是好的 那我覺得方聊也不是這麼簡單 我很少會去跟人家講說 我是方聊的瑜伽老師 我很少會去這樣講 是因為我覺得 每一個科別或是每個專業 真的都有他需要在更精進的地方 那我覺得方聊也是一樣 我還是會認為 你要去把方聊好好的從基礎一直學好 你再去說你能夠結合方聊 我覺得這個更好 聽完喬伊老師講完 我覺得很有感觸就是 尤其是你越專精某一個行業之後 你就會發現他背後的know how 或是他背後的知識 其實是越來越豐富 越來越深的 然後呢 如果有其他問題 想法的話 都歡迎可以在下面的留言處 跟我們回饋喔 那我也會把喬伊老師的粉專 跟相關的資訊 留在我們的資訊欄下面 那我們再次謝謝喬伊老師 謝謝 謝謝老師來 謝謝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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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